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有两种翻译 一种叫做说话人识别 一种叫做声闻识别 它的意思是我要通过你说话的这个语音语调 以及你的声音的特点来判断你到底是谁 这是跟人脸识别我要通过人脸来判断你是谁一样 说话人识别就是说我要通过语音语调 你是说话的声音来判断你是谁 我们在这里试着用高斯混合模型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了我们是在这里了 这里我们第一次开始讲语音和语言方面的东西 在下面的几节课当中呢 我们基本上会转移到 由图像和计算机视觉方面的这个应用 转到语音和文字方面的应用上来 所以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例子 首先第一点呢 我们首先要在做这个说话人识别的时候 我们对一段就是说训练的语音 我们要进行一个预处理 叫做对训练的 对这个语音 我们要进行预处理 叫做preprocessing 预处理 这个预处理包含了这么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做去除静音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一段声音文件过来了 有个人你开始的时候你不说话 中间你说了一段话 又安静了一会儿 你又再说话 所以说而那些中间的那些安静的状态 有可能是背景的噪声 也有可能反正就是说 这这样安静的状态 导致的结果就是说 大家你说话也有这样的安静的地方 我说话也有安静的地方 你如果要把这两段这个声音拿来对比的话 所有安静的地方 大致它的状况是一样的 那么你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为的增加了 增加了一些就是说 增加了一些相似度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想办法去除这个东西 所以说第一步我们要去除静音 就是说我们给了一段声音的文件 我们要把大致就是说 你没有说话的时候的声音给去掉 那么大致的做法是什么样子了 在这里基本上采用了两种手段来去除 这是最简单的去除静音的算法 首先第一个你要看能量 你看这里能量画起来就是说 那些能量高的地方 那当然是说话的 但是能量低的地方就是不说话的 我们把能量低于某一个门线值的地方都给去掉 但是这样子做了 就通过能量能够去掉一些能量低的地方 我们把它认为是静音 但是这样子做了有一个问题 尤其是我们在发一个辅音的时候 比如说我说 我说妈 那我发那个m的时候 就是说我发m的时候其实也是很轻的 但是呢 你通过这个能量的这个方式的话 它将被去掉 那么那么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就说 我们发一些辅音的时候 发一些能量很低的音的时候 带来的声音文件所带来的这个东西 和单纯的噪声 它有什么不同呢 经过研究 这是七十年代的研究啊 大家发现了一个不同 这个不同叫做过灵律 请大家看一下 请大家看一下 这个什么叫做过灵律呢 过灵律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在发辅音m的时候 或者我在发辅音 或者其他的那些能量很低的音的时候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叫什么 我的这个音呢 它要 它在单位时间内 就是说 有的时候比您高 有的时候比您低的那个次数将会比较多 但是我如果如果是一团单纯的 一段单纯的静音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声音在单位时间内 过灵律将会比较少 所以说它以这种方式来区分 区分这个静音或者非静音的状态 于是呢 我们可以用这两个准则 第一是能量的准则来去除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是这样去静音的 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根据能量 假设 假设这里 它大致是 大致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吧 大致是比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首先根据能量 去掉这一部分 去掉这一部分 这是第一次去法 第二次呢 我们考察去掉部分的边缘 考察它的过灵律 你看 假设 不不应该是这样 我们根据能量去掉的是 是这一部分 OK 是整个这一块 这一部分 我们根据能量也会去掉另外的这一部分 接下来呢 我们接下来在去掉的部分的地方 我们考察它的过灵律 假设 假设在这里呢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画 在这里呢 这一段的过灵律比较高 那么我们仍然把它化成语音 剩下的这一片过灵律比较低 我们把它化成非语音 同样的道理 这里也是一个化成语音 这里化成非语音 所以说我们要用两个阴子 一个阴子是能量的阴子 来把能量高的取出来 把能量低的泡掉 另一个阴子是过灵律的阴子 来把辅音 就是说那些 我们发音当中比较低的那个声音 给取出来 把多余的泡掉 类似于这种最简单的 这个去除静音的算法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是我今天早上录的 可能近点的同学 能够听得轻一点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F5 首先我要开一个录屏 诶 怎么搞的 OK 在这里的话我们 试一下 嗯 等一下 这里已经最大的声音了 这里有一定的问题 它点不开 等我一下 那我用 我用这个 另外的方式来 另外的方式来演示 这个东西 我退出来 然后我试一下这里 接下来 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下 原来的这个声音 是什么样子 我读了一首诗 OK OK 这是我读的一段诗啊 我看我们试着用我们的算法 试着把这个 把这个静音部分去除了 是什么样子 这是大致的一个状况 去的不是那么的好啊 去的不是那么的好 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这样去除 但是这个算法足够简单 而且也 在说话人识别这里比较够用 当然在 在那个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说把它拿来做语音识别 当然 当然这样是不好的 在说话人识别这里 基本上够用 接下来 我们第二个步骤是提取特征 这个特征是什么样的特征呢 在这里这个叫做 Mal frequency Sept-Storm Coefficient 或者叫做Mal-Dop系数 或者叫做MFCC 这个 做这个 这个特征的人呢 基本上 这个特征的人 归功于两个人 一个叫一个日本人 叫做F打头的一个日本人 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 就是那个叫什么 MIT的那个教授 叫Rebinner 他们两个人呢 他们两个人 我认为这个 那个日本人做了 F打头的那一个人 我记不得名字啊 他 日本人做了80%的工作 然后呢 这个 美国的这个MIT教授 做了20%的工作 他说 这个事非常了不起 在于 在于是这样啊 现在用的 所有的说话人识别 包括语音识别当中的 特征提取 经过了 他们大概是在 70年代末期 做出来的这个工作啊 直到现在 在所有的 说话人识别 和语音识别 或者跟语音相关的 这些 这些应用当中 大家仍然在用这个特征 有人 最近几年 深度学习 就是说 比较活起来过后 有人试着用深度学习 去提取特征 提取语音的特征 来 来这个 来训练和识别 但是目前来说的结果是 都 都做不过这个 都做不过这个 你用深度学习 所做的 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 声音场和场合下 比较实用 但是你如果换成其他的人 换成 换成其他的状况的话 仍然是这个东西最有用 所以说 目前来说 这也算 这个领域的一个 相对的奇迹 你看 相比起图像的领域 我们用 卷积神经网络 已经玩 几乎 几乎在 90%以上 替代了以前传统方式 提取特征方式 在图像 图像和视频这边 但在语音这边 这个特征 仍然 仍然被常用 它是怎么 为什么它是这么常用呢 我记得 我以前读博士的时候 我大致看过 那个日本人的文章 它是把人的声道 模例成了一个 模例成了一个 就是说 类似于一个 这样的一个管制 管制形状的一个模型 类似于这样 我大致讲一讲 这个东西 不特别详细地讲 你看 它这样子 这是喉咙 这是嗓子 这是喉咙 喉 喉 喉部 喉部从这里出来 这里当然是声道 这个声道的话 你可以摸 它用一种管制的 这种形状 一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这里能够变动的 就是说 我发出不同的声音 它所变动的东西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管制的 就是说 在某一个段的 这个高还是低的 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它模例成了 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了 这边是嘴 这边是嘴 出来 当然你如果 你如果这个 你如果要模例的 更精确的话 这里你还可以 再加一个 在某个地方 加上一个鼻子的 一个地方 这是鼻子吧 加上一个鼻子的 鼻子的一个声道 它最留的在于这里 它根据这个模型 它根据这样子的 叫做声道的模型 它可以通过你发出的声音 算出这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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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的这个特征 它的特征相当于是 就是说 你发出一个声音 你相当于反推回去 算出 算出这个声道里面 在哪一个部分 大致开合成 开合成一个什么样子 所以说 它是以这种东西 作为特征 请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 凡是以这种物理的方式 来做的这个特征 基本上能够保存的比较久 当然了 当然了 这是最初的这个声道模型 然后呢 算这些东西 是这个 是一位日本人 给日本人发明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美尔道普系数 是基于这个声道模型 就是说 MIT这个教授 做了一些 比如说取诺格 等等等等 这些 其他的FFT 等等 这样子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些方式 OK 反正就是说 它有 我们通过一个 相对于通过一个声音 我们能够获得一些特征 你理解的话 大致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 怎么样子获得这个特征呢 我们的获得特征的方式 是这样的 将语音 比如说输入了一段语音 分成小段 这个小段 我们叫做segment 分段的这个推荐设置 现在基本上我看 大多数语音系统 或多或少 都是用这样的推荐设置 就说每一小段 长度是20毫秒 就说每20毫秒 分出一个小段 每隔10毫秒踩一段 所以说 它是一个有重复的采样 第一段的时候 它踩到的是 0到20毫秒 第二段的时候 它从10毫秒 踩到了30毫秒 然后呢 这第三段 是从20到40 以此类推下去 它这样子就把 就把这个 就把这个语音 分成了有重叠的小段 然后呢 它每一段语音 用梅尔道普系数 提取一个septome vector 提取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维度 可以根据设置来调整 就说这个提取向量的维度 基本上一般采用12 24 36个维度 自己可以回去看一下 具体的这个设置 大致 大致就是说 大致就是初学的人 包括就是说 理解我们这个 说话人识别算法的 这个要理解的话 其实你只要记住 就是说 大概就是说 每隔10毫秒 它会提出一个特征 提出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的维度 大概12 24或者36 你大致理解 理解一下 就能够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说的话 每隔10毫秒的话 它提取一个特征的话 那么每一秒钟 它将提取100个特征 这是提取的方法和方式 大致就是说 就说在这里 经过FFT绝对值平均 或者MAL滤波 然后取对数 然后做DCT变换 然后最后得到它 在这里的话 我们不详细地讲 提特征的一个方式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 讲的是就是说 如何来做这个训练和识别 接下来 我们做的事 其实是超级简单的 我们相当于 你看 有了一段语音 有了一段语音 假设我们有了一段语音 每一段语音 我们得到了一个 一些这个 XI I等于1到N 这里 这里就是MFCC的值 然后同时我说过 一秒钟可以提出100个X 所以说的话 你如果训练的语音 是30秒的话 我们可以提出3000个这个X 我们就用这3000个MFCC的值 我们去做一个高四混合模型 我们做一个高四混合模型 在这里的话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 做这个说话人识别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限定 说话人说了什么话 在这里呢 这个叫做Text Independent 就是说 你叫做与内容无关的说话人识别 当然你也有跟内容相关的 Text Dependent Speaker Regulation 就是与内容相关的说话人识别 这个状况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想象 与内容无关的说话人识别 要求说话的长度可能更长一点 同时它的识别率可能要低一点 而与内容相关的那个说话人识别的话 Text Dependent Speaker Regulation的话 它可能要求你说话的声音 可能要短一点 同时呢 你说话的这个 你的识别率可能要高一点 在微信里面 你可以通过说 说它规定的那几个数字 从而进到这个微信里面 这就是叫做Text Dependent Speaker Regulation 所以说的话 我们在这里做的是 Text Independent Speaker Regulation 那么我们不要求你说话 我们不要求你说什么话 你对你说话的这个 没有一个限制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的呢 我们MFCC的维度 就是Xi的维度 是36维 总共有多少个Xi呢 总共有多少个Xi呢 我们限定了30秒的训练时间 30秒训练时间 然后呢 大致能够提出 小于3000个样本 小于3000个这个Xi 为什么小于呢 因为我去训练了这个30秒的时间 那中间我要先用去除静音的方式 去掉了一部分一部分的 所以说的话 大致提出不到3000个这个训练的样本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东西非常直接和简单 我们就用这些Xi 去估计一个混合高斯模型 这里混合高斯模型 我在这里的设置的话 包括了这样 首先是K的个数 K的个数 就是说混合高斯模型当中 有多少个高斯 K在这里设成64 当然我自己试过 你设成32 差不多 得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第二个我们做了一个规定 我们做了一个规定 你看 我们规定这个 斜方差矩阵Sigma 是对角阵 因为如果不是对角阵的话 你要估计的参数将会很多 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规定 我们就估计 斜方差矩阵Sigma 对角成这里的这些参数 那么每一个人的模型 总共有多少个参数了 大家看着这里的话 能够通过这里 能够相对复习一下 对于高斯混合模型 有一个更加深入的理解 首先第一个Pi 它总共有K等于64 Pi应该是K减于63 因为所有的Pi 加到一起要等于1 所以说Pi独立的分量 只有63个 剩下一个是1减掉所有 所以说Pi63个 MuI的话 有多少个了 你想 64个高斯混合模型 每一个都有一个Mu 而每一个Mu的维度 在这里 每一个Mu的维度 跟X的维度一样 36维 所以说的话 这里的Mu的话 将是Mu要估计的参数是 36乘以64 接下来斜方差举证 由于我们规定了 斜方差举证 是一个对角证 所以说类似于 比如Sigma的话 它是一个对角证 它等于的是 这里比如Ti1 Ti2 一直到这里的话 Ti64 Ti我想 Ti这里应该是36维 36维 这里都是0 这里都是0 所以说我们 只需要估计 对角证上的元素 再估计对角证的元素的话 你也可以算出来 它有64个Sigma 每一个Sigma有36维 所以说也有2304个 所以说总共 对于一个 一段30秒的语音 语音我们要估计的 这个参数个数是 4671个 OK 估计的方法 很简单 就是我们上一节课 讲到的EM算法 就是这样子 用EM算法 直接的来估计 接下来我们看训练的数据 训练的数据 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一个XM2VTS 它又有人脸又有声音 所以说它是声音和人脸同时的一个识别 它在这里 它大概有295个人组成 每个人有24个声音文件 分四次录制 每次六个 每次间隔时间为一个月 接下来 文件一和文件四的话 就是说这六个文件 每一次录的六个文件的话 它是说三句话 每句话重复两遍 所以说它说的这个三句话 包括了第一个 一和四句话 它大概是从零数到十 第二个是把零到十的十个数 乱续地说一遍 第三个是一个自然的话 叫做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句话 很简单 同时又把英语当中 各种各样的那些音标什么的 运用的比较完整 所以说它大致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接下来我们是用前两次的十二个文件训练 用后两次的十二个文件进行测试 OK 用前两次十二个文件训练 用后两次十二个文件进行测试 这里是测试的结果 测试结果如下 你看 我们如果说 因为我们分了四次来录制 分了四次来录制 在这里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我们如果只用 一个一次录制的数据性训练 用剩下的进行测试的话 它大致的识变率 大概到个83%到84%的样子 如果我们用 在四次录制的情况下 我们用两次来训练 两次来测试的话 它的识变率 大致升到了94%到96%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用三次录制来训练 用一次录制来测试的话 这识别率将会达到98%到99% 这里的识别率是指 我要识别每一个文件 是这295个人当中的哪一个 所以说 它的选择是 它的瞎猜的概率是295分之一 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用三次训练一次测试的话 一个测试的话 我们达到了96%到98%的一个准确率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准确率 然后在这里 其实这个状况是这样的 我试过这个 这基本上是说话人识别 最简单的一种 一个程序 1995年的时候 有MIT的两个教授 用Gauss mixture model 去做了这个说话人识别的程序 成为了领域当中 比较经典的一个方法 当然了 我做博士的时候 我自己写程序实现了它 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说 最近几年这边的发展的话 将会是越来越足够了 这个方法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方面 你稍微加一点点噪声 因为你当你加噪声的时候 你改变的是这个X的 你加噪声的时候 不好意思啊 当你去加噪声的时候 你改变的是那个X的分布 当你改变了X的分布了过后呢 你导致的结果将会是 它的识别率将会大幅度的降低 但是呢 你改变了X的分布 你改变了X的分布 然后呢 你改变了X的分布 所以就先保持一下 你改变了X的分布